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YES國際策局 今天要再談一談杜魯多和莫迪 大家知道其實有件事兩個人都在吵 你可以說是西方社會和東方社會 或者是印度社會的問題 大家的想法有點不同 所以可能對某些事的觀察點 為什麼呢 是看不到有任何可以談的地方 因為大家知道 印度教 一個是基督的天主教 今天YES姐就跟大家再分析一下 有一條長的那個印度的 會是星期五出的 YES姐你好 早晨時間短 這條片短講快一點 因為在9月10號 在G20那裡 印度新德里金地紀念館 莫迪跟杜魯多兩個人 一起坐在紀念館 招待各個學校的紀念館 就很興奮地說 現在印度的風光 但是原來風光背後出事了 因為全部印度人都自己覺得 哇 河羅多人覺得 我們國家很威風 招待了所有的 重要的國家的人 我們現在的國際地位 真的是提升的 是超級 真的變成超級大國 正在慶祝之餘 正在等下莫迪魯先 以為自己人生巔峰的時候 原來有人設定了一個 極度大的坑 讓他跌下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星期 竟然聽到 由杜魯多在國會那裡說 我要驅逐一些 印婆羅多住當地 即是家國的 領事館的工作人員 你真的好像大廝殺一樣 突然間說 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有講過 因為有人懷疑 或者是他們的 家風業國情報的組織 收到一個 住在當地 錫克教徒的 教裡面的主要人物 是早幾個月被人暗殺 暗殺 暗殺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是不是 這個人中槍生命 中槍死了那個 石克教領 在加拿大有十幾萬石克教徒跟隨他 他的名字叫 哈迪普辛格尼賈爾 他已經一早進入加拿大國籍 所以是加拿大公民 在表面上 我加拿大為我公民討回公道 是天經地義 是不是 但是 他只是說 導遊多說 過去幾個星期 加拿大 安全部門 一直是積極的追查 印度政府 特工 與加拿大公民 尼賈爾 與遇害之間 可能存在的關係 可信指控 可信 用這個可信的字就是 就是直接 站在這裏 導遊多個心裏面 但是不在口裏面說出來 有個心來講 老實點 是 如果是印度 婆羅多 老實點 說實話 如果不是 其實 當時說完這句之後 婆羅多 大先總理做什麼 他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驅逐回加拿大 一個使館的人員走 但是 杜魯多 再補多一句話 加拿大將會採取一切 必要措施來追究 這一宗謀殺案的 肇事者責任 他之前已經 暗示了 喂 是你 杜魯多 說 喂 杜魯多 大先總理 你要因著 我們的部門 查了你的可信程度 我們收到的情報 就是說 向著你 有支箭已經向著大先 好了 大家互相驅逐外交官之後 對外情報部門 調查分析局 在加拿大的負責人 就說這些指控 是 你在胡亂指控 但是 加拿大呢 唉 就說 這些指控不敢令人擔憂 還有 是不可接受 就是 如果加拿大國會是這樣說話 還有有加拿大公民 代表總理去說話 即是 說明 婆羅多人 你就是幕後兇手 好吧 如果 用民間代表官話 可以做出來的動作 是可以再狠些的 那 做些什麼 就是說 將你婆羅多 新新鮮鮮 叫做婆羅多 就封你做一個位置 就是 驚驚主義國家 的名單 放你在驚驚主義國家名單 KB主義國家名單 喂 凡是 被西方國家 列入了KB主義國家的名單 就有以下幾個 五個 伊朗 古巴 曹月 俄羅斯 聽完大家明白了沒有 如果 你 婆羅多 放進去那個名單 將會遇上什麼 你一進了這個名單 你的結局是什麼 國外所有資產 可能被凍結 你 這個 婆羅多國家 可能被 踢出 Swift 所以你的資金 就會無法結算 還有最殘酷的是什麼 海外貿易 將 可能被封殺 嘩 聽到 怕不怕 挺可怕的 老實說 但是 會不會這樣做呢 現在用人之際 你如果這樣做 很嚴重的 我有沒有說錯呢 這一點 我補充了 就是用人之際 你要牢牢 掛著那個 給你用的 你一定要找一些 重要的黑材料在手 不聽話 再落一成 立著圈 你看看 亞洲這邊 小日本和阿雲士坑 做了一些不可思議 對自己國家危害到極點的 他都因為老美在背後那條鏈一搓 就做了出來 我覺得可以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 印度的情況 似乎是 他覺得他自己沒有問題 我是跟國際接軌的 只是 我不承認 我就 爛到底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 其實如果對於 印度來說 不是印度 不好意思 是婆羅多 我們要證明 因為要很久要改變 很難熟習表名 很難熟習表名 還有 你如果整個婆羅多 會不會 不同意這個做法呢 我覺得不是全國有婆羅多 而是對於 有關的一個 叫什麼地方 有關的 宗教的問題 其實是令到 我們最重要 就是 看到他 現在的 整個政治情況 就不是這麼樂觀 因為 他犯了西方社會 所謂的大忌 作為一個 可能 會被成為 暗殺主義的 一個國家 那 其實 這一點 就很恐怖 所以 我們 看到 他現在整個 整個環境 是不是 不利呢 我覺得 老美 應該會把這件事 暫時 收一收 先 不要搞得這麼絕 但是 總之 我隨時會動手 會不會這樣呢 一聲 哎呀 我又有少少不同的你看法 加馬大 是老美的弟弟 是不是 長期的弟弟 是不是 這次 如果眼見 加馬大和印度 有些矛盾的時候 不和諧 如果 大家一起 是對付中國的 你不和諧 不行 是不是 老美 應該 像你說 對 是要和諧 他應該出手去平 但是 這件事 似乎 有少少 有少少 我想不通 為什麼呢 因為 好像美國人 背後 有少少默許 為什麼呢 隨著 隨著 杜友多 在國會講完之後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發言人 艾德麗安 鈺森 就是這樣說了 啊 白宮 對加拿大這些指控 深表關切 咦 即是說 deeply concerned 用到deeply concerned 和concerned 是兩回事了 因為他說 關切 我會留意 但是我深表關切 就是 我會 落些功夫去留意的 他說 然後他又說 對這件事 我們和加拿大夥伴 保持定期聯繫 是至關重要的 加拿大的調查 要繼續進行 這句厲害了 繼續進行 就是示意 加拿大 你繼續去 在這件事做文章 說笑視者 是要被誠之於佛 咦 笑視者被誠之於佛 避害者 記得 避害者 是石克教徒 現在指控的是印度教 那印度教 誰經常帶著一堆印度教徒 在電視當中 寫到列瑜伽 又說 見歷史紀錄大全 人數多到這樣 拍攝第一個 在瑜伽尖做事的那個 就是龐羅多大仙總理 哇 你這件事 你就要想 為什麽 老尾既然拍著肩膀 在G20拜登又攬 攬完一次再攬 大仙兩次 為什麽在這個時候 好像不是跟你說笑 我們可以叫加拿大小姐 你繼續進行去調查 把這個笑視者承之佛 不只是老尾自己說這個聲調 還有很多人加入 你猜就是那個誰 那就是五眼 那些殺信人 那五個國家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大利亞 新西蘭 美國 加拿大 就表了泰 那澳大利 代書都出來說話 跟美國 加拿大講的聲響 那個用語都是一樣的 那代書外交部就說 對這些指控 我們代書都深表關切 同一字眼 就事態發展 我正在跟合作夥伴 密切接觸 同時代書 已經向印度高層 傳達了擔憂 咦? 突然間五眼 那隻眼 齊齊看著 婆羅多國 那你覺不覺得 那個情況是正常 還是有些不正常呢? 我講一講 曹原是哪個國家 曹原就是北韓 就是朝鮮 因為發音很相似 那高五個國家 剛才我們聽到 YES姐說的 這五個國家 伊朗 古巴 北韓 俄羅斯 俄羅斯被列入了 再加上印度也挺熱鬧 被人摸大 支持 怕怕著國家 是嗎? 伊拉克 利比亞 也曾經會這樣做 整個SV系統會怎樣呢? 會不會真的踢出去呢? 大家知道 伊朗和俄羅斯都已經是新受其害 又說要加強制裁他們 如果莫迪遇到這樣的問題 真的不單止丟架 對整個國家的經濟 出現了一個極大的侮辱 這個情況 其實挺可怕的 還有呢 最重要的一點 我覺得 老仙他就 老神在在 你看 拜登也為了我 請我去白宮 接著又吃全素宴 我不要緊的 我是一個大國來的 所以的時候 我就進行一個 方先生很喜歡說的 就是一個叫做 蘇操作 就是我 驅逐回 你印度使館的 外交官 還有一名高級外交官 就離開印度 最重要的是 這件事 就是強烈回應 加拿大 杜魯多的做法 杜魯多 這樣做 沒有辦法 這個是西方人經常說的人權 我們都在 A軍 就是好孩子 不是 唱上我的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過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 我就覺得 國際的 挺重要的事件 那你說 如果真的不能用美元的話 我想印度 就會 黏回俄羅邊 和中國的關係 都是一樣 不會好 我不知道 YES姐怎麼看 這個情況 真的挺有趣的 逢身老美制裁那些國家 就一定 他們會 掉頭打左燈 就走去找東方大國 是不是 現在我們看到 中國和這五個國家 在KG名單 就是恐怖主義名單 被老美制裁名單 那五個國家 就全部都是 跟 中國的關係是密切了的 好了 既然 如果 他們打算 我用條帶 吸引老仙的時候 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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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心一挖 那 我靠近了一些 中國 是對西方的國家 是有些危機的 為什麼 你也知道 人口兩個 中國 加婆羅多 加上 即是中婆兩國 加上 人口都佔了 全球 多少億啊 14 即是28億 人口有多少億啊 全球 都是只有70億 是不是 多謝 只近80億 只近80億 是啊 現在號稱 是啊 是啊 那你都過了 四分之一了 是不是 你還要加上 其他中東 非洲 和中國關係密切了這麼多 加上俄羅斯 那你整個加上 要不然賣向一半人口的 你那些 撒黑信人 五萬啊 加上十幾二十億 給你盡力 你怎麼和人家玩啊 我用人口 那些 貿易 製造業 我用人口多的地方 那去做事 好 科技嘛 有兩個大國 在東方這一邊 都 一流 是不是 和軍事方面的發展 那 那 你一堆 現在 處於弱勢的歐盟 和老美 死下死下 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死的 帝國 你說 你現在 用 一些 這麼 舊式的方法 去套 河羅多 大仙條 真的 像你說的 未必成功 大仙也 都不是一個 給你 初元 禁錠的人 對不對 嗯 嗯 沒錯 那 大仙當然 不會給你初元禁錠 對不對 那我們 看回 2019年的時候 加拿大 和印度 2019年 加拿大和 印度的貿易額 是 100億 加元 100億 那 加拿大 對印度的投資 是 550億 加元 嗯 印度移民 去加拿大 那裏 就有 85,593 連續三年 是 加拿大 最大來源的移民之國 那 在 9月份 2019年的9月 那 加拿大 和中國 談判自貿協定 就終止了 所以 當年 加拿大 希望 重啟和印度的自貿談判 那 這個情況 大家知道 印度和加拿大 兩隻東西 其實是想 大家 聊聊天 可以做些事 那 我看回 2023年的 9月14日 有新資料 人口數據 已經超過80億 現在全球人口 就有80億6千萬 那 這個數字 其實挺驚人的 一到 80億的時候 其實大家知道 距離100億也不遠 那 大家 看到地球的資源 夠不夠用呢 真的不知道 但是 在這幾年裏 印度和加拿大 是需要談判的 因為 雙邊合作 包括有經濟 能源 教育 娛樂 和增加婦女權益 這樣說 娛樂當然是寶萊多 除了有哈利活 還有 寶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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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上 印度外長 在當年的時候 曾經說過 跟加拿大 將會在 信息技術 人工智能 綠色環保 生物技術 以及空家合作方面 有共同的興趣 大家這個興趣其實很正常 那你都要靠老美 你不靠老美 你怎麼做呢 那我就看回資料顯示 有關現在 目的的做法 其實 很容易引起 民憤的 大家知道這個民憤 是很可怕的 還有 白宮的安全委員會發言人 旭森 已經提出 他說 你現在 他們和加拿大 對印度的指控 深表關切 他說 對這件事 我們會和加拿大 夥伴 保持定期的聯繫 至關重要的是 加拿大的調查 要繼續進行 邵氏者要被承知緩法 就是負責 就是負責人 就是我要拘捕 莫迪 就未必是 這件事未必是 當他這樣說 有關的 我們就知道 安格魯殺了信仁 即是老美 加拿大 英國 澳大利 和新西蘭 會不會不理老美大哥的 說法去做事 一起去制裁印度 這件事會不會雷聲大雨 怎麼少呢 印度怕不怕呢 我覺得 如果站在莫迪 那個人 你夠姜文尼 哈哈哈哈 你夠姜文尼 那 可能 杜魯多說 我和你死過 你這樣動我 我不用選 即是 如果我這件事 放過你 那大家知道 選舉 大過天 那 加拿大的總理大選 大家知道 2021年舉辦了 接下來的 什麼時候呢 好像都 距離不遠 對嗎 YES 是啊 但是 真的有些事 不到你不服老美的 他們的鋪排 令我有些感觸 感覺很奇怪 有點詭異的 聽說 5月6日 又有一個石克教的領袖 他也是被人槍殺的 那個名字叫做 柏拉姆吉特 新格 潘傑阿爾 又被槍殺 5月6日 大家記住 5月6日 5月7日發生什麼事 5月7日 美國總統 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沙利文 帶著印度國家安全顧問 沙特和阿聯酋 當著沙特和阿聯酋兩國的面子 嚇著心口 說 你們想要建鐵路 我們可以找印度婆羅多來搞搞 就是說 咦 為什麼有人槍殺了 第二天 美國這麼幸運 不 美國這麼大量 跟著 帶著印婆羅多去談生意 好了 第二天 6月15日 沙利文去新德里進行訪問 新聞裏面 他就說 印度官員討論了 推進 老美? 美婆 簡短一點 美婆兩國 戰略科技 與各防夥伴關係 以及重新 對所謂的 印帶地區的共同承諾 好了 你知道又發生什麼事 在那天 6月14日 在英國 蒙了印度國旗的一個 又是叫做 新格 因為新格在英文 就是叫聲 就是石仔教的教徒 所有人都要有個聲字 所以我們說 阿聲阿聲就是這個意思 聲 這個就是叫阿富塔 新格 坎達 又在中毒 死了在百明漢醫院那裡 咦? 每次有些大事 莫迪魯仙可以近上一籌流的時候 之前一天 一定有個 新格的領袖人物 就會在 有些國家 無端端 就不見了人 或者是居住了 好了 6月18日又發生什麼事 在加馬大 BC省 一個薩里郡 尼加爾 就是加拿大 石黑教徒的領袖公民 死了 第二天又發生什麼事 6月19日 阿摩迪魯仙 上了專機 很開心地 去了哪裏訪問 美國 去完 一下機 哇 你知道誰撲上來嗎? 老敗 跟他摸 又摸 摸了兩次 那你說 是不是 哭到路線 真是 開心到 覺得自己 就是一個 超級大國 之間的一個 香薄薄呢? 是不是 就是寵兒 是不是 美國又要拉攏他 俄羅斯又要找他 左右逢源 直接令他覺得自己是 一個 其中 主要的 世界領袖的架子呢? 那他認為 喂 你既然 老美 見到我都 這麼熟絡 那我砌下幾個對手 都沒有問題了 那砌完對手之後 現在才知道 好東西嘛 就是 加拿大馬上指控他 那如果 你看著 加拿大 看著大哥 又抱又疼 大仙的時候 你怎麼敢去做啊? 如果你沒有 大哥在背後 跑 可以嗎?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種 那種 當時 什麼 特朗普 那個國家安全顧問 肥貝奧 說過什麼? 我們 老美 或者獅子頭公司 最厲害的是什麼? 大方 欺騙 偷善 是不是? 這些是美國 不斷探索 進取的榮耀 那 我想 老仙 今次都 被人家 輕飄飄 擺到上天之後 一腳踩下來 那種滋味 今次他真是 拿他老命了 最後總結一下 有些事情 神一樣的對手 豬一樣的隊友 那豬一樣的隊友 到底是加拿大 還是印度呢? 我們也很清楚 在巴基斯坦境內的很多 驚驚主義組織 其實是誰幕後支持呢? 這個已經不是第一天的事 用陰招 莫迪 遠遠是比其他國家 是更加正的 那將會怎樣 繼續再進行 這件事 會不會有什麼 變數呢? 對於莫迪 對於整個 五眼聯盟 或者G7 印度說要入聯 拜登支持 變成 不是入聯 是聯合國的安理會 本來五個國家五常 但是 現在 印度又說要進去 會不會支持這些主義國家呢? 五常能不能進去呢? 變成六常呢? 本來只有中國 法國 英國 俄羅斯 美國 如果印度也進去 那就有多個老美所謂的 驚驚主義國家 這件事我們拭目以待 好嗎? YES姐 我覺得 再搞完 入場就不正常了 真的不正常了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多謝YES姐 記得訂閱大會上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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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